今天是美国的大选日 我不知道美国人有多少真正关心美国大选 但是在我们中国的网络上 关注美国大选的人是人山人海 想起上一届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 当时我还在南方的一个小城里 窗外阴雨绵绵的南方 今天我在北方窗外阳光明媚 四年过去了 美国川普当选的概率越来越大 当然由于媒体基本上被美国民主党所控制 所以在选票上和选举人票上 最新统计数据往往川普的票是比较滞后的 川普已经拿下了佛多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州 因此川普的当选概率越来越大 恭喜川普